美金龍新推出的GRAVE REBUILLEAN 系列 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下他們全家桶吧 那其實我們剛剛還有穿著三雙鞋來做大概十秒的衝刺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家安德烏 今天這集厲害了有沒有看到我身上穿的跟這些 沒錯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美金龍新推出的GRAVE REBUILLEAN 系列 全新的雙胃馬拉松推出的一系列跑鞋 我們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下他們全家桶吧 Mizuno WAVE REBUILLEAN SONIC 今年第一季上市 定價3680元 這張跑鞋的亮點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呢它的大底是使用X10的耐磨大底 所以在往前的練習當中 完全是不用擔心它這個耐磨系數的 接下來中底材質呢 它是使用這個ENERGY的中底材質 所以這個回彈性非常軟Q 最重要的是它使用的這個WAVE 波浪片 是TPU的材質 所以在推進效果在原廠的設定上 希望是可以針對全馬大概3.5個小時以外的跑者 來做需求使用 Mizuno WAVE REBUILLEAN FLASH Mizuno WAVE REBUILLEAN FLASH 今年第一季上市 定價4980元 這張鞋的科技亮點跟上一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的大底是使用G3的這個競技取向大底 所以它的抓地表現一定是更好的 接下來在中底材質呢 沿用了剛剛上一雙SONIC的ENERGY 在上層呢它加入ENERGY LIGHT 它的彈性跟輕量化都達到更好的升級 那接下來是它的WAVE推進片 它是使用玻璃纖維的材質 所以在推進效果呢 在相較於SONIC之下也是更上一階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雙鞋 Mizuno WAVE REBUILLEAN PRO 今年第一季上市 定價7280元 這雙鞋呢也算是這一次Rebellion家族當中 最頂級的一雙跑鞋 上一雙FLASH它的定位 在全馬跑SUB3的跑者可以駕馭剛剛的上一雙FLASH 那這一雙呢 可見它的這個推進效果一定是更加提升 所以它的定位呢 就是希望可以在SUB3裡面的跑者都可以來穿著它使用 那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亮點 首先呢它一樣的是使用這個G3的競技型大底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顆粒感跟上一雙FLASH 就設定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可以讓你的這個往前導向的這個速度提升的這個感受 應該是可以很有感的不太一樣的抓地感受 接下來在中底的材質呢 它是使用一樣的這個ENERGY LIGHT 在上層呢這個橘色的地方 它是使用ENERGY LIGHT在PLUS的這個版本 它的這個輕量化跟這個回彈的係數呢 相對於FLASH有在更上一層度 那最後呢是在這個WAVE推進的波浪片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外露的黑色波浪片 其實它的材質呢是使用碳纖維的材質 所以推進的感受呢一定是更加的強硬的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三雙跑鞋在我剛剛穿著平路、上坡 還有Pu跑道三種材質的腳感如何 第一雙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SONIC的腳感 剛剛在跑平路表現啊 我覺得三雙當中它算是比較親民的 因為實際跑起來 它這個軟Q的程度是比較充足的 所以在跑平路的表現 我會覺得它比較有辦法跑時間長 因為如果太硬的鞋子啊 有時候會讓你的腳感上負擔會比較明顯 因為你肌肉需要比較多的支撐 或者是在緩震能力上 你會覺得衝擊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 在平路的感覺 SONIC是一雙我覺得不只三個半小時 其實到四個小時、四個半小時的跑者 拿這雙來做競技跑鞋 我覺得都很適合 那在上坡的表現呢 實際在剛剛跑起來的感覺 推進效果 因為它是使用TPU的這個WAVE波浪片 所以推進感受 相對於其他兩雙沒有這麼暴力 那我覺得這雙跑鞋 我自己的定位 它比較適合給這些 可能四個小時以外的跑者 拿來做平常的訓練鞋 甚至是競技鞋的表現 因為它的重量其實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非常輕大概不到300克 那最後在跑 P-5跑道的這個材質呢 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它也不會過度的軟Q塌陷 我覺得它那個 會縮的這個行程 很快就往前推回來 所以這是美金龍 終點這個大改款啊 我覺得提升是蠻有感的 不會讓你覺得力量消失 然後這個往前推進的感受不見 現在說回來介紹的就是Flash 那實際在跑起來平路的感受啊 Flash的這個推進感受 因為它的中底是用兩個複合性的材質 所以跑起來感覺沒有Sonic這麼軟Q 我覺得它稍微帶來更多的是推進的這種速度感 所以是很紮實的落地腳感 跑起來你會覺得更靜忌一點 好像穿上它實際剛剛在跑起來的感受 跑六分數、跑五分數 你會覺得Sonic跟Flash的這個腳感上 會覺得Flash落地支撐很乾脆 很往前是很快速的 但是Sonic可能就會覺得很舒適 可以稍微快縮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Flash它更適合在 可能三個半小時左右的跑者到三小時之間 那如果你平常做一些比較長距的練習 我覺得它算是一雙 不會讓大家過度依賴 現在很厚底的這種材質的跑鞋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這個推進效果 所以這張在評論的表現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接下來在跑上坡的感受呢 因為它是使用這個玻璃纖維的材質 既然跑上坡的感受 我會覺得你每一步跑上坡的時候 會覺得腳跟一直被往前推的這個感受 所以在上坡的這個推進效果 我覺得它相對於Sonic也是提升很多的 在P5跑道的部分呢 上一雙Sonic在這個 那幾軟Q的材質加成之下 其實跑起來是很舒適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Flash的這個腳感上 算是比較剛好 因為其實跑在P5跑道 大家知道跑起來很軟Q 如果你的中底材質又不夠堅硬的話 力量有時候會有點消失的感覺 那剛剛在P5跑道跑 速度的感受 就會覺得這雙Flash力量不會消失太多 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抓地力 因為它是用這個G3的踏底 所以跑起來 我覺得整體來說 頻路跟PU都是很棒的感覺 最後這雙Pro呢 我覺得就人如其名 應該說鞋如其名 真的很Pro 跑起來呢 你真的感覺手感上一拿就輕巧很多 那腳感上在跑頻路的表現 也會覺得落地之後 往前滾動的感覺是非常明顯的 尤其你看它這個後跟 在上一代大家應該很有印象吧 那個鞋子很像高跟鞋的那雙 它就是做了一個改款之後 看起來後跟雖然很高 可是其實仔細看 在你落腳的動作 踩不太到後跟 它會強迫你大概在 這個位置就落地 往前滾動 落地往前滾動 所以你很難做到完全腳跟著地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跑頻路的感受 就會很明顯覺得是 落地往前推進的這個速度是很快的 你只要踩在這 就會不小心往前滾動 所以我們剛剛在跑頻路的表現 會不自覺的速度上 就相對於前兩雙來的更高 就是你感覺用力一樣的程度 可是跑起來更輕快 但相對來講 這也是兩面刃 就是如果推進感受很明顯 如果你在沒力的情況下 大腿就會更早提早 進入一個比較疲勞的狀態 甚至連小腿都是 因為你會一直有點是 墊腳往前墊腳往前的這種腳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要小心服用 因為在跑頻路的表現 它可能會過度推進 如果你的肌肉有點負荷不了的話 它可能就會讓你提早疲勞 但是我覺得它在幫助成績推進的效果上 一定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剛在跑上坡的時候 你看起來雖然它很厚 但其實跑上坡的感覺 推進效果是超明顯的 因為它這個 Tension的波浪片的這個關係 推進效果我覺得是強而有力 你不會覺得它潰縮就不見 它反而是落地 往前彈 是很快速 而且很靈敏的 那在跑PU材質 我覺得就稍嫌有一點點 因為它的底比較厚的關係 又比較推進 但在跑這個PU材質比較軟的情況下 會有一點點的左右來說 我自己可能會覺得稍微有點不穩 那我比較會喜歡Flash在跑PU跑道的這種腳感 那這雙Pro 我就覺得它非常適合升任在 完全波浪頻路的這種 馬拉松或是路跑賽事的這個競技取向 它是一雙我會接下來拿來參戰 大阪馬的戰靴 那其實我們剛剛還有穿著三雙鞋來做大概10秒的衝刺 我覺得三雙鞋的感受也非常不一樣 第一雙Sonic 你會覺得跑起來落地很紮實 然後很穩定 但是往前推進的力量 可能就真的靠自己的腳比較多 那Flash的感覺 因為它的大底是使用不同的材質 所以在10秒的衝刺當中 你會覺得抓地感受 提升了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檔次 那往前推進感受 你會覺得 跟TPU來講 稍微感覺有提升了一點點 但也不會到過度暴力的推進 但因為中底材質又不同 所以腳踩起來會感覺紮實很多 那最讓我驚豔的 還是今天的主角Pro 那這雙Pro在剛跑10秒的衝刺 會不自覺一不小心的速度就衝太快 你會覺得推進感受 在頻度的加速來講 真的會覺得一直被推著往前帶 當然這個力量也撐不久啦 大概10秒之後你就會開始覺得有點衰退 開始腳有點疲勞 但是開始明顯感受到鞋子對於你 前進幫助的動力是非常大的 最後就來跟大家統整一下 這雙雙鞋適合什麼樣的跑者 第一雙就是Sonic 我覺得它在我自己的定位當中 可能會拿來平常做長距離的練習使用 就平常在跑一些long run 你可能會希望腳可以不要過度依賴 現在很厚的這些中底跑鞋的話 反而這雙Sonic 我覺得會給你一個比較真實的腳感 踩起來啊推進效果 你都會覺得腳是很紮實的 去對抗地板這個地吸引力 所以我平常可能會把它定位成一個 比較輕鬆跑的這個LSE刻表當中 的訓練鞋做使用 當然如果你是全馬成績 可能在4個小時以外 甚至你還沒有跑過全馬的跑者 我覺得它可以推薦你在嘗試 第一次要跑全馬過程當中 可以拿它來當作 你要參加競賽的一雙跑鞋使用 第二雙的Flash呢 我自己在平常可能會使用它 來跑一些間鞋客表 因為它的抓地感受是很明顯的 而且這個推進的扎實感啊 也不會覺得腳 會有過度依賴中底的這個感覺 所以如果在我平常定位當中 我可能會拿它來當作 平常間鞋客表來做使用 但如果你是一個 可能全馬大概在3個半小時以內的跑者 我覺得它是一雙可以在平常 做一個訓練當中很好的一個訓練夥伴 因為它的這個扎實的腳感 搭配很好的抓地力 不會讓你有過度的 覺得力量有消失的感覺 所以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是全馬3個半小時 到3個小時之間的跑者 可以當作平常訓練座使用 最後一雙也就是Pro啦 如果你想要體驗這種暴力的推進感受 也想要來一雙可以幫助你成績 更上一層樓的話 非常推薦你在Pro 可以拿來當作平常比賽中使用 因為這個推進的腳感 跟落地的扎實程度 你一定會有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驗 我自己覺得啦 美金龍這幾年來講 它終於願意 就是踏出一個很大不同領域的突破 那這雙Pro呢 我覺得應該是 至少今年2023年 我現在穿到的這些 各個品牌最頂級的碳性的跑鞋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雙推進效果最明顯 落地感受也最扎實的一雙跑鞋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美金龍 Wave Rebellion 全家族系列的開箱啦 不知道你對於今天的哪一雙跑鞋最有印象 趕快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是你的家人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